欢迎继续收听《斗魄苍穹》第953回 石塔的顶层,盘坐于石台上的消炎,缓缓吐了一口气,紧闭的双眸徐徐睁开,感受着体内再度充盈的澎湃斗气,脸庞上浮现了一抹微笑。 呵呵呵,醒了吗?一道磁盒的笑声在一旁响起,萧炎目光一转,却见到药老正副手而立,站在石塔的石窗处,满脸的笑容。 哎,老师,你怎么来了? 见庄,萧炎一愣,连忙起身,攻身行礼。 药老笑着说道,那些事儿啊,还是疯老头善长。 我和你一样,都不喜欢这种事儿,不过吃了上次的亏,这次再不许,也要建立足够强的势力啊。 嗯。 萧炎笑了笑,点了点头,自是想到了什么,手指浮浮了那枚漆黑的戒指,将它取下来。 老师,既然如今您已经再度重生,这个东西应该误归原主了。 望着那漂浮在面前的漆黑的戒指,药老微微一愣,眼中流露出一股怀念之泽。 手掌摸了摸戒指,半上后说。 老师的毕生所学,当年也全留在这戒指之中啊。 如今的你,想必已习惠了十之八九。 从某个方面来说,你已经达到了出师的资格。 这种东西啊,你留着的确没有太大的作用,不过有种东西却对你有作用。 话音刚落,药老手指轻轻一点漆黑的戒指,一团森白色的火焰,便在其中鸟鸟升起,悬浮在药老面前赫然变身的古灵冷火。 老师,你这是…… 你修炼了焚绝,义火对你来说更加重要。 如今我进入半盛,这古灵冷火对我来说已没有太大的作用啊。 老师,你就不要课我了,如今的我可不是当年的无知少年,这古灵冷火啊,我可不能要。 消炼苦笑摇了摇头,一伙对于炼药师,那绝对是利器,即便是药老成了半盛,但是有古灵冷火在手,那也将会是如虎添翼,所非没有什么大用之说,完全是子虚物有。 文言,药老不由地无奈地摇了摇头,心想,这个小子果然不再是当年的愣头青了,不过这也并未让他打笑,已经决定了念头。 当下不理会消炎,手指轻轻地点在那团古灵冷火上,后者顿时发出剧烈的颤抖,扮上后颤抖停止,药老的脸色浮现了一分苍白。 小家伙儿,古灵冷火中的灵魂印记已被我清除了,不过,这古灵冷火已被我炼化多年,即便如今灵魂印记被消除,还是会对你产生不小的抗性啊。 所以你短时间内并不能使用焚烈将之吞噬炼化,否则恐怕遭受反噬。 你先把他种下灵魂印诀,收入体内好好温养,待得他不再对你有抗性了,便可将之融合。 望着面前这团森白色的火焰,萧炎的眼睛却是有些发红。 这古灵冷火应该算是陪伴药老醉酒的东西,如今却被他亲手抹除了灵魂印记。 药老略为有些惋惜,以你如今的实力,即便吞噬了它,或许也不会出现太过恐怖的飞跃。 古灵冷火这种排名的异火,对你来说已经有些不足了。 好了,赶紧种植灵魂印记吧。 萧炎苦笑了一下,事情已经这样,也容不得他再推辞了,当下只能闭上双眸,手指触碰森白色火焰,一缕灵魂印记顺着指尖,缓缓侵入其中。 伴随着灵魂印记的侵入。 初始啊,古灵冷火之内还会传出一阵抗拒,但如今它毕竟是无主之物,因此抗拒持续了一会儿,就逐渐消散,而萧炎的灵魂印记呢,就成功的种植了进去。 当灵魂印记成功种植的时候,古灵冷火则是一颤,迅速化作一道火帮,钻进了萧炎眉心处那道白色的火印之中。 这古灵冷火一入体,萧炎顿时感觉到眉心处传了一阵暖洋洋的感觉,不过,用心感应的话就会发现,古灵冷火仅仅是盘旋在眉心处,并没有汇入经脉与三千连心火汇聚在一起的迹象,显然这应该是那种抗拒性在作祟。 对此,萧炎倒是无所谓,这种抗拒性迟早都会消散,只不过是早晚的问题。 对了,那静连妖火的古图,你凑齐了没有啊? 听到妖老提起这个,萧炎就满心的郁闷,没有,自从在黑角玉得到过一块之后,就再也没有了半点收获了。 静连妖火太过神秘,即便是我都未曾见过呀,这种等级的一伙,若是能够得到,对你的帮助远非古灵冷火能比,这段时间,我会尽量帮你打探一下。 嗯,对了,有个熟人来星云阁找你,你要不要见见他? 啊? 自是突然想到了什么,要老面子突然有些古怪,见到他这副模样,萧炎也是一乐。 谁啊? 纳兰燕燃。 啊? 听到这个名字,萧炎眉头微微一皱。 以纳兰燕燃的性子,应该不会来找自己,除非……。 云运有事儿。 客厅之中,一道倩营有些拘束地坐在椅子上,女子,身着淡青色的衣衫,曲线动人的娇躯,在衣衫的包裹下见得颇为动人。 但,那张娇美的容颜,比起以前来,却略微显得憔悴一些,在端茶倒水的时候,他一对美眸,不断地在客厅之外扫去。 就在他坐立不安的时候,那紧闭的客厅大门却缓缓地被推开了,前几一道年轻的熟悉的身影,缓步而尽。 纳兰燕燃着美目望着那推门而尽的青年,眼中略过一抹复杂之意。 这些年,萧炎在中州的那些市里,他自然是有所耳闻,谁都未曾想到啊,自从当初在天山血潭分别之后,后者竟然能够在强者如云的中州混得如此风生水起。 虽然心头有些莫名的苦涩,但是,纳兰燕燃还是迅速地压制了下来,如今的他也不再是当年青色的女孩了。 他清楚地知道,现在他和萧炎之间有着多大的差距,他以往那种种的骄傲,在这个男人面前几乎没有半点用处。 萧炎走向客厅,望着那张心呼吸的憔悴容颜,心头有些感叹,轻声道。 你,你还好吧,当初从天山血潭出来之后,你已经离开了。 嗯,那个时候有事儿,就没一直留下来。 纳兰燕燃点了点头,不知为何,如今和萧炎说话,他心中竟然有着些许紧张的感觉。 这种紧张应该来源于现在双方身份以及实力。 星云阁出现半圣强者的事儿,已经在中州吵得是沸沸扬扬。 虽然这个层次的强者对于纳兰燕燃来说显得极为遥远,但他依旧明白这个层次隐含的意义。 而且,即便不提那半圣强者是萧炎的老师,那即便光是现在萧炎本身的实力,便足以让得依靠了天山血潭之力,方才有这些年侥幸突破至斗宗层次的他仰望。 见到纳兰燕燃有些局促的模样,萧炎心头略为有种莫名的感觉。 你这次来星云阁找我,应该是有事儿吧。 面前的这个女子,本应该成为陪伴他一生的女人,但最后却差点形同陌路。 闻炎,纳兰燕燃的御手紧握起来,迟疑了一会儿,才说道。 我……我……我想请你出手。 邦邦朗是…… 果然…… 听了这话,萧炎的心头微微一跳,目光微凝,轻声道…… 你说清楚…… 对于那个曾经是加玛帝国最为高贵,同时也是与他第一次有着那般爱美生活的女人,从始至终都在萧炎的心里占有着不小的重量。 当年,他与云兰宗为敌,身为云兰宗宗主的他,夹在两者之间那般抉择的痛苦唯有他自己最清楚。 后来,萧炎再度归来,一手把那个养育他成长的宗门毁灭,原本他应该对萧炎心生怨恨。 但最后,他却选择了远离,远离那个有过痛苦回忆的帝国。 伴随着如今的成熟,洗去了当年锐气的萧炎,也逐渐明白了他所承受的一些痛苦,心中隐隐有着一份心痛的歉意。 但是……这么多年,他始终未曾出现。 虽然萧炎明白身在中周的他,肯定是听见了一些自己的传言,但他却并没有来找自己。 这个看似坚强,可却满心柔弱的女人,似乎只能以这种方式逃避着那藏于内心深处的痛苦。 纳兰奄然苦笑道, 我……我是自作主张来的。 本来老师并不允许我来找你。 嗯。 萧炎点了点头,这点他并不意外。 以云韵的性子,就算真正遇到什么解决不了的麻烦,恐怕也不会来跑来找他。 这个女人倔强的,让人心疼。 纳兰奄然缓缓地说道。 我上次应该跟你说过,自从老师和我来到中周后不久,就加入了花宗。 这个宗门比较奇异,他只招收女人,而且没有其他势力那般强烈的侵略性。 说起来,倒是宛如隐世文派一般。 对于这一点,萧炎也颇为赞同。 与同为二宗之一的天明宗相比,花宗的确要低调无数倍。 加入这个宗门之后,只是老师喜欢那里的气氛,所以就挂了一个克星长老的头铅,而我和老师就住在那儿。 本来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,像我和老师二人,不会在花宗掀起太大的波澜。 毕竟以我们的实力,在花宗也仅仅能算作中有。 说到了这儿,纳兰燕然脸颊上浮起一抹苦笑,造成如今局面的,应该是我和老师加入花宗的第二年。 那个时候我和老师独自在花宗范围寻找了一处山峰居住,平日也没有什么人来拜访。 本来我们也以为,整座山峰就我们师徒二人,但谁知道老师在一次闲逛中发现了一个山洞,而那个山洞中,有着一位双腿瘫痪的老婆婆。 听到了这儿,萧妍眼中略微泛起了些许的波动。 这位老婆婆脾气很刁酸古怪,她发现老师之后,就直接动手把她给打了住去。 魏斯老师受了一些伤,但她不仅不恼,结果还给那个老婆婆送饭,这一送,就送了两年。 两年之后,那个老婆婆终于啃出山洞,跟我们在一起住了一年。 门言,萧妍苦笑摇头,给人送两年的饭,也亏得云云想得出来啊,这得多无聊,多善良的人才能干得出来啊。 而那个老婆婆在跟我们住了一年之后,脾气似乎好了许多,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她自称花婆婆,但对于她做什么的,我们都不清楚,而且也没发现她是什么强者。 不过这位花婆婆似乎命线不久,和我们生活了不到一年就走到尽头。 而在她大幸将至的时候,她却不由分说地,以一种奇异的手段,把毕生斗气封印在老师体内,而且还丢给老师一块玉牌,让她去当什么花宗的宗主。 这…… 说到了这儿,纳兰艳然抬起头来,看了一眼嘴巴微张的消炎苦笑道,觉得离奇吗? 我们当时也觉得不可思议,在救这个花婆婆的时候,老师亲自检验过,她体内没有半点斗气啊。 但从她最后一只花婆婆的表现来看,她明显是一位实力达到窦尊巅峰层次的超级强者。 消炎嘴巴动了动,随便找个地方隐居都能碰到这种际遇,这叫什么呀? 这叫浮缘呐。 跟这比起来,辛辛苦苦修炼的消炎似乎可以找块石头状子了。 对于这种突发情况,老师也相当无奈,但她对当什么花宗宗主不感兴趣,所以在把花婆婆安葬之后继续隐居在此。 哪料到,就在半年前,花宗现任宗主却突然出现,让老师把宗主的玉牌交给她,老师也没多想,就把玉牌给了她。 结果那个女人得到玉牌没多久,又找上门来,这一次她要的是花婆婆封印在老师体内的毕生斗气。 书到这儿,纳莱嫣然脸颊上浮现了一抹怒火,显然对于那得寸进尺的女人极其的愤怒。 消炎问道,哦,那,花宗的宗主是什么实力啊? 她只是带宗主,但也拥有四星斗尊的实力。 不过,棘手的并不是她,而是她的男伴,妖花携军,此人拥有六星斗尊的实力。 六星斗尊嘛。 消炎的手指轻轻点在桌面上,不愧是二宗之一的花族。 六星斗尊的斗尊,放眼中周,都已经能够算作颇为不错了。 消炎略微有些奇怪的问道。 云运得到了那位花婆婆的传承,还不是她二人的罪手? 那种庞大的斗气,老师怎么可能在短时间内练化呢? 如今,那封印已经融入老师体内。 若是要娶出来的话,必伤及老师性命。 那恶毒的女人,尊明是想娶老师的性命。 不过还好,自花婆婆生前曾经安排过什么,因此有着不少长老站在老师这边。 因此,那女人方才不敢强行抢夺,却定下了赌约,要和老师鄙视。 鄙视的话,本来算作是公平的。 可是,那花宗却有奇怪的规定,那便是男女二人可以同时迎敌。 那也就是说,那个女人可以和妖花学军一起出手,对付老师一个人,同时出手。 文言消炎眉头微重,一名四星斗尊和六星斗尊联手。 哼,这的确是欺负人啊。 后来,这鄙视老师就应了下来,想必他也是被纠缠得烦了。 消炎忍不住地怒道,他没脑子吗?这不是要送死吗?